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多年制作辣椒酱的经验和配方 每到秋冬季节我都会做上一大锅 基本上可以吃上一个冬天 拌饭拌面夹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被我称为万能辣椒酱 10斤新鲜的红辣椒,清洗干净,控干表面水分 1斤钢黄豆提前泡发3个小时 装辣椒用的瓶子,高温消毒,倒扣下面,控干水分备用 控干表面水分以后再去辣椒地,这样不容易进水,更方便保存 从中间切开,方便打碎 切完以后,统一放在一个大盆里,我们统一搅碎 建议全程戴上手套,戴上口罩 然后放入绞肉机,打成辣椒碎 切记不要时间过长,打成辣椒糊 大蒜250克,打成碎末 用清水冲洗一下,空水备用 生姜和大葱各一斤,搅碎备用 10斤辣椒放入4斤菜籽油 再放入香菜,洋葱 这些香辛料都需要提前清洗掉上面的灰尘 控干表面水分 这是一大把芭蕉 白纸4-5片 一小把花椒 桂皮 小茴香 凉油直接下锅 开大火熬制 熬制10分钟左右 等到里面的食材熬至焦黄干香 把料渣捞出 这些料渣千万不要扔掉 可以用来卤肉用 味道特别的香 料渣捞出来以后 接着放入葱末姜末还有蒜末 继续熬制 同样是熬制焦香 接着放入我们打碎的辣椒 接着放入煮好的黄豆 黄豆是水开以后煮15分钟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熬制过程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辣椒的变化 直到辣椒和油分离之后 放入一包盐400克 再加入三两白糖 二两鸡精 一包13香 前面酱400克 再加入二两的高度白酒 继续搅拌10分钟左右 10分钟之后 整个楼道都可以闻到浓浓的辣椒酱味 大家学到即时赚到 不管自己吃还是摆摊 味道保证让你满意 喜欢的话麻烦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